大家好,歡迎來到旅人的時光閱讀筆記 我是騎子 今天節目一開始聽到我們放了一段小小的音樂 這是大概二十年前的一部非常經典的一個電影叫做香料共和國的配樂 那放這首音樂當然是跟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要先預告一下今天的節目應該是有史以來我們目前錄的集數裡面最長的一集大概有一百分鐘 那其實我們訪談了一位在台南的朋友認識了蠻多年 他們從離開原來的城市移居到台南經營了一個美好的民宿 到後來因為熱愛香料還有咖哩開始在台南經營一間很受歡迎 很迷人的一間香料咖哩店叫做咖哩鬥陣 那今天的訪談其實就是從他們十多年前決定離開竹科 移居台南生活開始然後一直聊到各種人生的旅途 還有在前往印度的咖哩旅行 所以節目其實蠻長的齁 因為其實講了很多這麼多年發生的事情 也很精彩齁 那如果大家覺得時間實在太長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來分段來收聽 那因為今天後面的節目很長 我這邊其實就不再多做其他的介紹 那我稍微呢幫自己的為自己的一個 那個YouTube頻道工商服務一下 那最近在YouTube頻道上了幾支影片 都跟旅行跟生活有關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去欣賞 有我們非常喜歡的就是我覺得可以列為 足以列為世界文化跟自然遺產的金瓜石 那我們特別錄了一句烏爾茶湖山步道的這個影片 非常非常的美 另外也有用京都的老咖啡館的那個豆子做的咖啡奶系 因為剛拿到這個豆子 另外呢最近一個我很喜歡的建築師 叫安藤宗雄他的世界巡迴展的最終場就在台北 我特別去看了非常感動 因為我喜歡安藤非常多年 那從十幾年開始喜歡 到日本去旅行都會去找他建築來看 最後最終場能夠在這個疫情不能出國的時候 在台北看到真的是太棒了 那另外所以我的影片 YouTube影片也特別做到一個嬌小的介紹的短片 希望有很多人可以去欣賞 好那這個如果大家對這個 剛剛我講的這些影片有興趣的話 歡迎搜尋旅人的時光閱讀筆機 就是在YouTube頻道上面就可以來欣賞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要趕快進入今天精彩的節目 那我們要在一段音樂過後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訪談喔 好那我們今天要訪談的對象 我們很高興 其實今天要訪談的對象 其實我們家算是他們的粉絲 事實上他們的粉絲其實蠻多的 因為他們過去在台南有經歷了一間 很多人蠻喜歡的一間民宿叫做轉圈圈 我有蠻多朋友都有去住過的 那我們自己是孩子還小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去住過幾次 那後來其實我還甚至去他們的這個迷人的空間 辦過了一個新書的講座 而且那一次的講座其實我記得台南只有七度而已 非常令人難忘的一個經驗 然後她的我都叫她哄媽 因為她那個時候就叫我這樣子叫她 那她其實那個她就是轉圈圈的主人 她是一個很熱愛生命生活 而且我覺得她的想法跟行動力都非常強的一個女孩 我都叫她女孩 因為她看起來她其實是媽媽了 不過因為她看起來真的就像個女孩一樣 她有個外號叫台南旅遊客 那因為我有些朋友也都跟她有認識 其實應該算蠻多朋友都跟她認識 而且因為她在網路上面 其實在台南的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是很活躍的一個人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對她很熟悉很喜歡她 然後他們這幾年就投入了那個咖哩 香料咖哩的世界 現在在台南成立了一個 就是蠻多人都會特地去的一個咖哩店 叫咖哩鬥陣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 烘媽來上我們的這個小小的節目 我們來請烘媽跟大家找個招呼 哈囉謝謝齊子 還有謝謝所有的觀眾 真的是真的很開心耶 就是齊子你邀請我來上你的節目的時候 你是偷偷開心了好幾天 真的嗎 真的 不要這麼說 因為他們家的粉絲很多 我們其實也是希望呢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認識也蠻久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也是 對彼此也是有點熟悉 然後一直看到他們的彼此之間對生活 還有對一些自己熱愛的事物的一些經營跟渴望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好好的請他們 請烘媽來上節目跟我們聊一些他們一路走過的東西 當然也是最重要也是會談到很多他們的跟旅行有關的事情 然後因為我們也 然後附帶一提是因為我們都是威士忌的愛好者 所以呢 我們的威士忌單元其實很久沒有見面了 很久沒有跟大家講我們喝了什麼 我想問一下那個烘媽今天有沒有準備威士忌 當然有啊 而且這一次就是為了要跟你的節目致敬 然後所以 我今天準備的是 Fundanthaven的12年 然後其實這 對啊這一次我覺得有一個還蠻 就是還蠻有趣的 其實是當初旗子你推薦我們共同的朋友 就是台東的剛剛好的主人 然後他推薦給我 而且聽著他講 就是這一段就是很精彩的威士忌的那個 他就說都是旗子跟我說的 我說蛤什麼 回去就找來喝就是一個拉一個這樣 對對對就是久有啦 不過因為其實你對自己喜歡的東西 本來就很容易 就是他會無形中 這樣串成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在誰 在什麼 哪一種路上其實都是這樣子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今天在我們後面訪談的過程中 你都會一直也會發現這樣的事情 就像我們認識的很多彼此的朋友 其實我們也都不會知道說 原來他也認識他 他也認識他 可是因為我們彼此共同的一些東西的連結 其實他就無形中就會串起來 對 那因為雖然虎媽很多人都認識他 然後也是就是粉絲也很多 不過呢我們還是要請虎媽來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可以請虎媽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自己嗎 好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虎媽 然後朋友也有叫我Sylvia這樣 那我其實之前在台南就是經營民宿快十年 然後呢目前這幾年的工作呢 是民宿的女主人跑去香料咖哩店打工 然後我現在是香料咖哩店 咖哩豆鎮的小編 然後小編 對小編 因為其實所有的文案啊什麼 那也剛好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在咖哩豆鎮擔任小編的工作這樣子 那其實駐台南 應該是說移居台南已經有12年了 那興趣當然就是吃吃喝喝 然後旅行 所以我覺得可以找到一個可以跟生活 還有興趣連結在一起的工作 然後也可以就是跟家人另一半 我們就是一起往我們想要的那個方向前進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當然就是知道要什麼這件事沒有很容易 我其實也是一步一步 然後可能這十幾年來 然後就是欸至少我走了一步 發現我知道我不喜歡這個 然後再繼續再往前走一點 我覺得是一直修正然後一直磨合 所以其實剛剛其實說說 欸我一直知道自己要什麼其實我還蠻心虛的 其實我只是很確定的知道我想去嘗試看看 找到我們 我跟家人共同想要的生活 然後反正先踏出一步 然後真的欸好像沒有那麼喜歡 至少我知道好像還可以再調整 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喔對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一般的人如果認識 如果你是認識他 剛剛認識他們 當然你會 不太會知道說欸後媽 或者是他們一家人 其實他們之前做過了什麼 或經歷了什麼 那其實我們 呃現在如果有的人 才剛認識咖哩鬥陣 可能不一定會知道他們 曾經經營過一個民宿 那曾經經營過民宿 你也不會知道 他不一定也知道 也不會知道說他過去可能是做了什麼 因為看到 欸看到他的時候已經會覺得 欸其實他們就是一個很會生活的一家人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節目其實會從 稍微再久一點點的開始來講 這件就是來回顧一些事情 然後才慢慢的踏入我們 慢慢踏入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還有一些跟旅行有關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紅媽其實他們 我剛認識紅媽的時候 大概也是大概十年了 就是他們其實在台南開了一間 就是蠻多人喜歡的一個老屋的民宿 叫轉圈圈 連名字都很可愛 那其實我知道紅媽其實也不是台南人 那我想要問一下說 為何當初會 就是到台南這個地方去生活 然後甚至開啟了一個老屋民宿 其實就是為什麼當年會想要來台南 最主要是因為我真的很愛吃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跟那時候先生 其實我們的工作是在新竹 我想就是住過新竹的人 不小心吃到台南的食物 都會覺得天啊 就是我可以住在這裡每天吃 天天吃有多好 然後就這樣子 當初也對於台南也沒有那麼熟悉 可是就是被食 有一部分真的是因為被食物給 就是給吸引來了 甚至就是 許下的願望就是 欸要是我可以在這個城市 然後天天吃台南的美食 然後要是未來我們有小孩的話 可以在這個城市生長 我覺得它的陽光就是 不要下雨的日子也很多 然後就是每天也是就是大太陽 然後空間也覺得 欸是比較寬敞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因為在 無意間幾次的旅行當中 會覺得欸很想到台南來生活這樣子 嗯那為什麼要去轉圈圈啊 這我這我很好奇 轉圈圈嗎 因為其實當初我們在新竹工作 其實每一個每一個計畫 每個project都會有一個計畫名稱 比如說計畫什麼計畫什麼 可是我們一直還沒有想到 當初要開這間轉圈圈民宿的時候 就是他還沒個名字 那我們的計畫是什麼 可是那時候其實是覺得 欸其實那時候生活其實 就覺得生活其實是個圈圈 然後你怎麼繞怎麼轉 其實不曉得會到哪裡 可是就會覺得 在這樣轉圈圈的日常裡面 其實你好像也走了好多了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好啦要是反正這個計畫 就叫轉圈圈計畫 那我就從就是開始 非常頻繁的 從新竹啊 新竹台南 就是通車 然後來找房子開始 然後就開啟這個計畫 然後因為就是 當你已經有一個代號了 你可能想說 到時候我找到更好的名字 我們就換 換掉民宿的名字 可是就這樣 就轉圈圈轉圈圈到 你看已經12年了 我都還沒想到其他的名字 都還在繼續轉圈圈 對 滿好的啊 就是這名字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適合你們一家人 對 不過因為轉圈圈的 因為洪媽他們其實這幾年 其實都 投入了咖哩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對他們 比較熟悉 最近幾年如果認識他們 其實就會 就是會知道他們就是在咖哩的部分 可能轉圈圈的 對轉圈圈的印象可能就沒那麼清楚了 然後後來其實 其實我們知道洪媽 因為從以前我們認識她的時候 她其實 因為她在那邊生活 其實她就有另外一個身份 好 這個台南女遊客其實 我在其他的 我甚至有在書上也看過這個名稱 我就知道說她的 對 就知道這個洪媽他們的這個 影響力很 就是 散步很多角落 他就是很希望讓很多人認識台南 然後那時候我們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有 繪製了一份台南的散步地圖 甚至還不斷地更版 我們前陣子才又拿到一個最新版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台南 你為什麼會有一個台南旅遊客的外套 然後為什麼又會 開始繪製起這份台南的地圖 因為我知道這份地圖是你們 是你在企劃製作的 而且其實還蠻多人都 特別會去拿這個 就是會去買這個地圖 來做為台南的導覽的 嗯 那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台南旅遊客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名字還蠻好笑的 因為其實 當初會有這個名字是 有一年我那時候就很想去 就是去旅行 可是其實我的時間沒有很多 我只能就是大概兩天一夜 然後在台 在台灣的某個地方 然後衝去再衝回來 可是那時候我也很想很渴望 在山上 就是有被森林包覆的感覺 然後是我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反正我就找啊找 就找到了一個在 南投的一個深山裡面的一個公寮 就很妙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太棒了 既然有WiFi 一切就搞定了 然後當然他就想得很清楚 就說他們就只有WiFi 然後沒有門 然後一切的廁所 還是那種就是干濕分離 然後在房子外面的那一種 然後是在山谷裡面搭起來的一間公寮 然後有各種的蟲鳴鳥叫 然後會害他人 在南投哪裡啊 他好像是在 他靠近 快靠近日月潭了 他後來應該是存在 他就是很有趣的一個構想空間就對了 然後對 所以就變成 因為其實因為我以前學生時代 其實也就是那種爬山的等山蛇 所以其實他講的所有東西 其實我就覺得天啊 我就想要去這個地方那樣子 然後又不然其實我想到哪地方 可能我必須要背著重裝 可能要走個兩天 然後到了那邊 然後再花個兩天走出來 就想到既然有一個這麼簡單的地方 還附WiFi 實在是太棒了 所以我就去了 那果不其然其實去了之後 就真的是如他所說 連門都沒有的公寮有三層樓 東西都是到處撿來的 然後那一天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山裡面 那其實就是一切 我就有過了一個很舒服的一個小假期 然後我就回來 可是過沒多久之後想到 這個莫名的深山公寮 就被檢舉了 因為好像是因為有一群大學生 然後他們就是 在晚上不小心訂了這個公寮 然後到的時候是深夜了 所以他們就是到了現場發現 天啊有蜘蛛獅 然後有各種的恐怖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個深夜裡面的山裡面 然後就打閃光拍 而且都看起來很鬼魂 然後這件事就整個鬧大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好像是只要 這件這個新聞好像還鬧得蠻大 因為大家都覺得實在是太奇妙了這樣子 那因為新聞例子那時候好像是蘋果新聞吧 他為了要平衡報導 所以他剛好就查到了 在一個月前剛好有一個由台南來的女遊客 然後就是我本人沒錯 然後他就是學生們拍的照片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跑到我的我的那個就是自己的IG上 那時候還沒有IG還是Facebook 然後就拍了一些翻拍了一些我拍的東西 然後既然跟天堂一樣 然後我也一樣其實是完全沒有隱晦的 有蜘蛛獅有蟲 還是甚至是有一些毀壞的一些舊的家具 那其實也都在我拍的裡面 可是拍起來完全都不一樣 就是整個感覺 然後那次就整個紅了 就是這個應該是說這整個報道非常的火紅 大家一直在討論 然後好多朋友一看到就發現 那是我拍的 我就是台南女遊客 所以呢我的 甚至我的簡隊 甚至我的那個訊息欄裡面有超多人 就是不認識我 然後想要加入我認識 就問我有沒有接案子 他們想要廣告 我就覺得 這一切實在是太荒謬了這樣 然後那一陣子大就虧我 所以朋友都叫我 台南女遊客這樣 所以其實台南女遊客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朋友也知道 我愛吃愛喝 可是他們知道我的品味比較 不那麼大眾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虧 就是說 台南女遊客可以 你不見得承受得住那種感覺 然後大家一邊叫一邊笑 然後這個名字就是後來 就是台南的朋友都叫我 台南女遊客 是這樣來的 太妙了 原來是這樣子 是啊 好啦 那我覺得 果然是 果然是那個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地方 果然不會那個東西 就會變不同的樣子 可是我真的要說 那個晚上我真的住得超好 因為他就是在 就是心裡真的是平靜 而且完全不會覺得害怕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在大自然裡面 然後 早上我大概 6點就醒了 我是被那種沉沉流水 因為他其實是在坑谷 就是有點在溪谷裡面 蓋起來的一棟 就是三層樓的 就是一個 那應該是鐵定之尾劍 我也不知道他的 是什麼 算什麼 然後就是給公寮 所以就變成說有蟲鳴有鳥叫 然後有溪谷裡面的 就是各種的水的聲響 就是一切很美 那其實當初 那時候我那個計畫 本來還想說 我那一天住完 就是山谷裡面的公寮 我還要隔天 因為他在日月潭旁邊 然後其實已經就是 已經要去預約好 就是 因為那個韓碧樓那邊 其實也有附設SPA 我本來說 我去完住完那邊 我要去韓碧樓住了 做完SPA 我就可以開心的回台南了 可能那一天我整個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了 然後也不需要預約了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那個身心放鬆的感覺 其實就是覺得已經夠了 然後我就可以悠悠哉哉的到下午 然後再慢慢的就是回台南這樣子 是 不過你講這個例子 就讓我想到一些 就是我覺得在那個 就是蠻多例子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 也是曾經有去過一些地方 然後呢 就會發現說 欸 跟那邊的主人聊的時候 也發現說 其實有些人去 像我在台東有認識 一兩個 兩三個 也是經營民宿的 因為他的地方也比較偏僻 對 然後呢 他也是說 來的人 就一直抱 就開始抱怨說 為什麼蚊蟲這麼多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因為他有跟他 因為他們自己有說 其實很容易就看到了那個 可以看到滿天心銀河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天去 然後那天去還有人會跟他說 都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看到啊 因為那天是銀河 然後天氣不好啊 就是說各種抱怨 還有各種在那個 就是說他們 就是 有時候我們其實 自己要 自己 其實是自己的問題 就是說你自己其實 根本沒有 對那個地方有了解 或是自己根本都沒有做任何的 一些 知識背景的那些東西 然後你就 自己去 然後再用你自己 自以為是的那種東西 來去看待這些東西 就變得很荒謬很好笑的 真的一些很好笑 而且我覺得真的有時候就是 你當下的心境真的會影響你所有的 不管是旅行的所見所聞 甚至是看的明明是同樣一幅畫 可是可能在你自己的記憶 或是你無感裡面 你所感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你剛才講到這個 就讓我想到了好多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朋友曾經跟我講過的 是 好 那我們終於知道台南旅遊課的這個吧 真的太神奇了 那 所以後來那 我第二問題就是說 那這一份你們自己 企劃出來的這個台南的地圖 這個是怎麼樣開始的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剛才做了就做這麼久 嗯 對 因為其實當初最開始 是因為在開民宿的時候 其實很想要當一個可以跟大家 就是 嗯 應該是說來的人來來去去 大家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他看的想看的 跟他來的台南次數跟熟悉度都不一樣 那其實那時候就是會跟客人聊完天之後 我在手繪 就真的是不誇張一張一張的手繪給大家 那手繪的過程可能 像其實可能已經來第二次 甚至言談當中 欸我知道你其實對台南蠻有了解 而且對於一些可能是文史的東西有興趣的 我可能在當下會的那張手繪地圖裡面喔 欸吃的或是什麼是基本的路出來之後 我可能會建議你喔哪一個博物館 或是哪一個小小的一個角落 會是你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對我來說是一個民宿主人的練習 就是一開始我也不曉得 該怎麼做民宿主人的時候 我會覺得透過我的紙跟筆跟我的心 我想要把我知道的台南 然後就是根據大家不一樣的不同的背景 然後介紹給他 然後就這樣傻傻的就畫一張兩張 到後來好像畫了七八十張吧 就是七八十足以人來來去去 到後來我覺得有一天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沒有辦法再畫 因為我一般畫 就是比沒有水到幾支以外 我覺得每次客人都等我畫好久 而且我手好痠喔 然後才開始想說 不然我來簡單的就是把它用輸出 一開始就是很陽春的可能就是 不然我就先畫在一張紙上 然後我再去複印那樣子 所以就是從最陽春的一張一張的畫 到後來我甚至於覺得 那我可能可以打開小畫家 注意喔是小畫家 因為我那時候完全不會其他的東西 然後是不是也可以讓他就是印出來 而且好像我想要給的透過一次一次的練習 跟畫地圖的過程 好像慢慢的我已經固定 什麼東西要給 什麼東西可能不給 甚至是我要說多說少 還有什麼東西要去無存清 我覺得也是在一次次的就是練習當中 就是比較確定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是可以做一個輸出了 所以就是第一版就這樣出現了這樣 對你現在如果我們 因為我剛好手上有它新的版本 現在新的版本已經不知道進化到第幾版了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現在的版本其實是 就是蠻詳細的版本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很貼心 它基本上應該是一個防水的紙吧 對不對 對是可以防水的 對其實非常棒 如果你們大家如果對台南 雖然台南因為很多人喜歡 然後去大概也都知道說想要吃什麼 為什麼 因為網路的資訊已經非常發達 不過有一張很好找很好看的手繪地圖 我覺得還是非常棒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 我不知道去哪裡可以買到這個 是不是只有去咖哩豆鎮才買得到 其實在台南很多的小店都有 就是都有販售這一個 而且我覺得好玩的是這件事情有點 其實它已經化到第五版了 大概兩到三年會更新一次 所以這樣其實也是十幾年了 然後其實每次化的話 我覺得有很深的感覺是 每一年就是都要畫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做好準備 然後再跑一次這些 因為每個店家跟地點都是一定我去過 我喜歡我想把它告訴大家的 所以我可能還會在開始畫的儀式之前 就是把裡面的店 我覺得就是這幾年可能已經過了兩年了 然後很久沒去的或是常常去的 所以我都會再跑過一次 然後確認他還在不在 甚至又加了什麼 那其實每次在畫的過程都會發現 哇真的是時間的推移 真的是讓很多事情會改變 就是好多店我會把它拿掉 因為他可能已經不在了 甚至是搬家了 甚至是去了另外一個城市 還是說我也知道說可能小店的老闆 他可能因為自己的因素 可能很多的因素 他收掉這張店 然後回到可能北部生活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那幾年 會有一種很惆悵的感覺 就覺得哇這也是當年我超愛的店 還是哇這間店 我當年也覺得他好用心 好棒好努力 那後來所以一開始 我拿掉很多店的時候 就是隨著時間 你會有很多的那種 有點淡淡的哀傷嗎 還是有點捨不得 然後呢當然每年都會發現 又要加入更多的店 就覺得哇真的是後期之休又更多了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種 算是我自我的練習嗎 其實也是生命的軌跡 就是在台南 這十幾年來看到的來來去去 你會一開始就是覺得 喔好可惜喔 就是少了一家這麼棒的店 而且就被拿掉了 然後以前的情緒 可能還會覺得 有點悶 我可能要出去喝杯咖啡再繼續 因為可能在這個空間 有很多的回憶過 然後到了可能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到現在第五版 現在當然來來去去之間 一樣就是會 每兩三年的誤換心仪 其實是會淘汰掉 甚至是很多的地方 甚至是有一些小 有一些攤子可能我默默覺得 味道變了 就默默的拿走 其實在以前這種 不一樣會讓我覺得 有點淡淡的就是難過 可是現在反而我會覺得 其實也並非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你會慢慢的了解 在生命中這些人來來去去 其實都是生命的常態 不管是你喜歡的店家 或是你遇過的空間也好 或是在你身邊的人 尤其是我們已經都到了一定的年歲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這件事情反而可以在每次的練習當中 讓你每次都跟泰然的去接受一些就是既定的事實 對我們因為常常看到那個 紅包他們其實在台南 其實就是雖然都住台南 不過他們都會用那種 那個遊客的身份去各種的店 去各種店 不管是去 反正不管是踏茶還是真的是去 就是為了生活的需要 反正都有啦 對就是常常要分享很多台南的一些事 然後甚至他們其實也會跟很多台南的店家一起合作 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想要 我不知道說有沒有因為這一些 你做了這一些跟台南的 想要推廣或想要讓更多人認識台南這件事情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什麼印象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其實被我影響應該還好 而是反正是我被他們影響更感動很多 我覺得這裡面讓我最覺得有趣的 其實就是台南 就是人跟人之間店家跟店家之間的那種情緣 所以其實像在去年 就是去年的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其實整個台南跟北部一樣 幾乎整個就是關起來 然後在路上是沒有人的 就整個進口 所以其實我認識很多小店 他們的生意生技其實都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也因為我們平常其實店跟店的距離都很短 以外其實老闆之間其實大部分都是鄉人式的 所以忽然呢就有幾個 有一間是咖啡店的老闆 然後還有一個是廚藝課的老師 然後他們就找上了我 然後我們本來就是常常會在不同的咖啡店遇到啊 或是本來可能是互相的客人 還是互相的學生那樣子 那大家揪一揪說不然來做些什麼好了 不然就是在這種嚴峻的就是疫情當中 我們好像也閒在家裡好像只是發慌而已 所以那時候呢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很多店家的朋友的基礎 所以就是真的不誇張 就是喔好喔 那我們來做什麼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禮民活動中心 就是做了一個互助箱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把大東西集結在一起 然後幫大家就是在網路上 開始找大家就是買 就是買一個就是 禮民活動中心的互助包 然後每一季都不 就是每一季都不一樣東西 不同的店家 然後對 那其實這件事情大概就是我們隨便講一講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好啊 那我們來找看看我們要做什麼好了 然後隔天我們就已經把隔天所有的 就是我們要第一期我們要邀的所有的店家 然後他們要出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 欸他們應該要交什麼照片要幹嘛的 甚至我們後面通路要怎麼玩 然後我們的宣傳行家要怎麼做 我們三個女生就全部搞定了 就覺得欸天啊 他的就是效率怎麼好到這樣 而且也發現就是我們邀請的店家 其實幾乎就是都是自己就是可能 每天日常生活會遇到的會去的店家 或是互相的朋友 欸大家也不宜有他 反正根本還聽不懂你在玩什麼 大家就說好啊那算我一分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常在台南發生 就是我其實常常跟一些北部的朋友講說 啊我們就這樣就成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然後這個太難 就是黎明活動中心的互助包 就這樣第一檔 第二檔 第三檔 第五檔 然後每一檔 就是後來可能就是一開始就是 欸就是玩瘦了 然後可能這次是36個小時 下一次變24個小時玩瘦 就是每一次就是越來越快以外 大家好像會在疫情裡面期待 我們這次會找什麼店家 所以就會覺得 而且在你會發現就是店家 跟店家之間的那種信任跟互助 我是常常在辦活動的時候 在這個城市辦活動的時候會發現的 不管是一些風格市集啊 還是像我說遇到這種 活動中心的互助包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在這個城市很有趣 然後也是因為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那常常會說你怎麼認識那麼多店家 其實我說他們都在我的地圖裡面啊 也就是因為從當年開始 可能是從一個客人然後的身份 然後吃吃吃 然後到了我到後來就是變成朋友 也甚至是會互相就是切磋 甚至你吃到什麼東西 我會互相就是吃喝倒休泊的一些 就是生活上會遇到的一些日常 就因為這樣我會覺得可能 現在回首看一開始 會覺得就只是個單純的畫地圖這件事 可是也因為畫地圖一步步的更了解這些店家 之後到後來就是很多的串聯 我覺得好像其實都是以這個地圖上面 地圖上的經緯為主要的基本 然後再去發散起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開始是沒有想到的 對因為後媽講這個事情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因為我有訂過其中一期 謝謝 然後我覺得太神奇了 就是他們就是把台南一些很厲害的店家 然後出了一個就是那種集合的那種像八寶袋一樣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等於你都不用來台南旅行 你就可以一次在家裡全部拿到那份東西 對 其實我們最好玩的是我們又自告奮勇 就覺得在這種疫情嚴峻的時代 只是幫大家賣東西不夠 我們其實是希望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一點點 然後你下次勾請大家記得就是解封之後 就是去年的解封之後就是記得來台南玩 有一點是提醒大家說 我們都還在 我們雖然比較幸福的大家都活得還不錯 然後記得來找我 我覺得 所以甚至我們在這個一系列的活動的後面的幾檔 我們還跟了台南的Uij 就是友愛街旅館合作 因為其實這個在這上面的行銷上 我覺得我們自己其實這三個人是玩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就覺得 除了去跟不同的店家合作以外 我們甚至還找到了可能跟旅館合作 因為他們在他們當然也是要等待等待解封之後 然後我們會覺得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就是在這個同時可以把大家的東西帶去平常 大家不可能台南人不可能在台南的飯店住 就比較少這樣的機會 然後就把這些食物帶到美美的友愛街旅館裡面去拍照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甚至在這同時 不管是宣傳了台南的食物或是旅館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三個自己玩得很盡興的 那我們他會搶著就是要寫不同店家的介紹 就覺得因為我們根本就是很愛很愛就是做宣傳這件事情 而且只要想到說這些都是我們喜歡的店家 也是台南很棒的店家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些活動 就是在最辛苦的疫情之後 大家都還一起都在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就大家一起玩吧 是對我記得我還有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有收到那個其中有一個店家裡面 他還還附了一個很貼心的一個卡片還是什麼我忘記了 他在那邊寫說謝謝你的什麼在疫情下的支持 如果解封之後來拿這張卡片去那邊他會招待你一杯咖啡 對因為這個真的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就是讓不同的店家可以自由發揮 隨便想要塞什麼都可以 對所以我就對那件事情其實印象 所以我就說我們那個時候其實一直都覺得轟媽他們就是 他就是一個行動力非常高的人 因為當然就是大家會覺得要集合那麼多店家 就像剛才講的要做這麼多是不是很麻煩沒有 可是你看他們就是講好了約好了然後真的就去做了 然後就很快就會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跟什麼出來 我們剛才稍微講了一下這個從台南開始生活的還有經營跟台南的 認識台南讓更多人了解台南的好的這個地方出發 其實我們這個還是這個節目其實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還是 雖然我們剛才講的也是跟旅行有關 不過我們其實還是要回歸到我們今天訪談人的自己個人的部分 就是想要因為我知道轟媽其實就是本來就是一個很愛旅行的人 那就是如果回到你自己本身想要問一下轟媽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旅行的 那你自己的第一次自助旅行或是你最有印象的旅行的經驗是哪裡 可以分享一下嗎 好的其實開始喜歡上旅行應該是在大學之後 因為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到處亂跑亂看的人 那在大學當然就是第一次開始強盜自由的機會 然後還有自己可以自主的去很多地方那樣子 所以在第一次的自助旅行其實是在我研究所畢業那一年 然後那一年我去了就是西藏跟新疆對一個月 然後那一次其實是在背包客棧上面一起找就是找那個一起去的旅伴們 然後就這樣就去了這樣子 那是我第一次自助旅行的經驗是第一次一個人不是跟家人那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就是嘗到那個看到那種天荒地闊跟你不知道下一步你會遇到什麼的那一種就是不確定感 其實我覺得是會上映的 所以在那之後然後就是就畢業了嘛 然後畢業之後就開始就是那時候就跟我現在的伴侶 以前是男朋友現在是我老公嘛 就是到處旅行然後一起磨合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Q到彼此應該是彼此真的是此生里我們最適合的就是旅伴 可是這當然就是這當然是磨過很多很多然後有無數的爭吵 然後到現在這樣可是我覺得我們下一步就是把我們的女兒就是一起帶上 我們其實也是帶著她一起旅行 然後就是也很開心就是我們家一家三口的到處旅行就是這幾年 其實真的也蠻走的蠻蠻蠻多地方的然後這些地方可能一開始小朋友小的時候我們是先去日本 因為那時候我先生很喜歡跑馬拉松 所以其實可能像京都馬拉松啊或是東京馬拉松那時候我們都去幫他加油 他也都去有剛好都很幸運抽到去跑這樣子 然後接著孩子比較大之後的這幾年我們就開始往東南亞不同的國家跑 之後呢 他越大我們就再跑遠一點然後到了南亞印度這樣子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旅行其實慢慢的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換一個地方生活 尤其是在你有小孩之後我想其實應該也很清楚 其實帶著小孩去外面旅行的時候你會發覺其實當初的旅行跟現在有小孩的旅行 可能會真的蠻不一樣的 可能他小的時候我們真的跑的點不多 可能一天就一個公園 然後那個公園他就可以玩一整天 還是甚至他在日本的某個神社前他可以撿石頭在那邊丟石頭 然後就是玩了一整天那其實很難跟人家說我們去了哪裡 我們就是全家去日本然後某個神社前面 然後當天的旅行的那個去的地方就是玩石頭 就這樣子 可是我會覺得就像你之前提到在一次一次的旅行當中 尤其是跟你的旅伴我覺得一次次的磨合跟爭吵 或是是你們遇到一定會遇到很多事情跟突發狀況 可是在每次的狀況來的時候怎麼去解決 怎麼去看待轉念甚至就 就算是遇到很荒唐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就是一笑置之 我覺得那個其實每次都會讓我們整個家人的感覺心 又更近了一點 是不過剛才後馬有提到他跟他的先生是 他說他跟他的先生是這輩子就是最好的伴侶伴 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次要完成 要能夠體會到這也是非常難 而且其實是非常浪漫的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可能很多人就會說 如果你要跟這人嘗試看看你們適不適合繼續 就是以後能不能繼續一直生活在一起 那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們一起去蜘蛛旅行 對 就可以知道了 對這個是最快最容易的方法 因為蜘蛛旅行 你不要想太多 你來個十天或兩個禮拜 其實很容易所有的事情就看得一清二楚 真的 像那時候當年我們就是我們結婚之後 我們那時候蜜月是去意大利嗎 我真的覺得我才剛下飛機 然後我們就是自駕 然後拿到我們的車開上路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們的婚姻危機就一直出現 我們就一直互虧說婚姻危機來了 然後就開始要大吵這樣子 然後就每件事都可以惹毛你 然後就覺得就是一開始就是這樣慢慢 吐吐吐 到後來會發覺現在遇到很多問題 然後我們兩個就覺得怎麼那麼荒謬 然後互笑的當下你就覺得 就這樣吧 然後那一種understanding 跟我覺得就覺得 我們互相理解 知道現在是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還能在這個時候笑出來 就覺得就過了 就很多時間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要從那種很多事情 看得非常在意很氣或是很苦惱 到現在可以一笑吱吱了 就是兩個人一起灰心一笑的那一種理解 我覺得那真的是 我覺得除了是旅行的軌跡 也是彼此生命的軌跡 對確實 不過這種就是要幹 要自己真的有遇到就是能夠 才能夠心領神會 對 謝謝老天爺我們撐下來了 對然後 因為剛才轟貓其實有講說 他第一次的自助旅行其實是去西藏跟新疆 那我想 因為我想說你後來當然會一直喜歡 一定就是第一次的旅行 對你來講其實就已經埋下了一個 埋下了一個很深的種子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不斷的發芽 那我想問 那你覺得你後來那麼喜歡旅行 就旅行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去過了 你也去過了很多地方 如果要你選你現在最懷念最想念 或者是你想要再 想要一直想要再去的地方 你會選哪裡 對因為這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剛剛在 其實這兩天我因為 我這兩天在電腦上面 其實我也都是在看機票 因為感覺好像可以出去看到曙光 都多了一點 所以你知道就是 從我看機票的那個流程 你就可以知道 我真的沒有辦法 決定我最愛哪一個國家 最愛哪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應該會講比較多個 那其實我先回到 剛剛你的一個問題說 曾經去過最喜愛的 真的很多耶 所以其實我來講幾個 我自己是印象很深刻 而且是帶給我很大的 就是帶給我很大的印象的好了 有一個其實是菲律賓的愛妮島 它是在就是 它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就是那個區塊的海都非常的美 它可能就是海岸會就是在山 它可能就是山跟海就是有點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能會有峽灣 然後你的水非常的清澈 它們都是那種就像八角章魚的那種船 然後可以自在海面上 然後跳島 我覺得那邊是很少美麗的風景 就是那個風景是美到我會想再回去的 就覺得那真的實在是太美了這樣 然後也是一個世界的潜水天堂 所以那邊是我最近很想回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有看到它的連假機票已經 就是已經進入到我覺得很可以下手的階段 所以要是到時候解封了安全了 大家心裡的負擔沒那麼重了 我覺得那應該是會 我會想要第一個回去的地方 可是呢在這個時候 我又看了第二個國家是越南 其實我也很喜歡越南 因為除了它的它的城市 其實我想因為我當初我們去 有一年我們因為太愛越南了 我們去了一次之後馬上四月去 然後馬上回來又訂了九月的機票 那其實我會覺得越南 它很獨特的美是在於 它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 所以在胡志明啊 其實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築 你可以有那一種就是很 嗯感覺的出來是 當年是非常的風華絕代 然後現在就是有點就是 有點蕭瑟 可是還是看得出來的那些 就是可能曾經有過的風光的那種建築物 所以它的歷史上面我會覺得是很有趣的 而且是多元的 然後呢其實除了它的城市以外 我覺得它的城市裡面我很訝異的是 它的公園非常非常的令人喜歡 怎麼說呢 應該是說它也算是在接近赤道的國家 所以它那個樹真的是長得超高 你就像在那種那種就是 亞馬遜的那種叢林裡面那種高度的樹 然後呢這是在公園裡面 然後就是你會覺得很訝異一些 一個城市那時候我說的是胡志明市 它是你會覺得說 一個城市在一個人口這麼多的城市 竟然有辦法有這麼多座的公園 而且是人民會在裡面生活的 可是它可以這麼的 你會覺得就是與世無爭的 有這麼多的蟲鳴鳥叫 然後跟自然很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是越南它的城市 我覺得我很喜歡的樣子 就是它有新有舊 然後也有自然在裡面 然後呢就是除此之外呢 越南這個國家我覺得很有趣 它在中越偏北的地方 有一個叫洞海的地方 它是有一個國家公園 那個國家公園裡面有 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洞穴 跟全世界第三大的天然洞穴 那真的是非常的美 因為我其實就是一個對那種 不管是自然或是那種冒險 就是非常有興趣的一個人 所以當我第一次在網路上 看到那個圖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這裡了 我要去那裡 那它那個洞穴我覺得 我會非常推薦大家去 是因為在洞海這邊其實 聽說它連這個洞穴也是在 沒有很久以前喔 然後才被發現的洞穴區 然後最大的那個洞穴區 到現在他們都還沒探勘完畢 那就算我們沒有去到 到第一個大洞穴跟第三大洞穴 其實它旁邊還有很多 就是中五十的岩壁的洞穴 然後它可能也有像牛奶的 那種就是質地的 然後它有乾的洞 也有濕的洞 濕的洞 濕的洞就是會有人 就是滑著船 然後帶你進去游洞穴 而且我喜歡他們那些 中五十群的原因是 他們的國家公園呢 並沒有因為就是 這個東西好像是可以走很 觀光的路線 所以幫它打了很多七彩霓虹燈喔 沒有它真的就是很有質感的 就是只打了就是淡淡的那種黃燈 然後在裡面我覺得是讓你感覺 哇就是可以感覺洞穴之美 可是你不會太受人工的東西干擾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越南也是我很喜歡的國家這樣子 嗯 對 然後再來其實我覺得我最不能割捨 就是我最愛的還是印度 因為我會覺得 對 因為其實去過 後面我們都會特別 我們都會調到提到印度這個國家 對 所以就是要推坑 因為就是我想大家最近很多人都開始看 都開始看那個就是那個機票了 所以真的會有一就是一種 你真的不曉得該怎麼下手 因為我覺得好久沒出去了 就是有一種這也愛那也想 然後好懷念的感覺這樣子 對 真的就一方面就是我們 當然最近是疫情很比較緊繃啦 不過因為隨著因為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疫情 其實慢慢都是在正常化 那我們也是一步一步往這邊邁進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可以給自己一些目標啦 就是不管你是看機票或做什麼 你先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等藥真的可以成形的時候 當然你身心都準備好什麼其他 然後那個當然錢也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出發了 對 好 那因為霍媽其實 剛才有提到印度 那也提到菲律賓跟越南 那我們後面的部分其實就會特別講到印度 就是因為我們後面會談到他們的咖哩制度 其實就跟印度有很大的關係 對 那我下一個問 我就是接著就想要問一下 因為霍媽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旅行 然後呢有了伴侶之後當然就是跟伴侶磨合 就跟伴侶一起去旅行 對 去了很多地方 有了孩子之後當然也是帶著孩子一起旅行 那對你來講這些不同階段旅行 其實他們分別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嗎 我覺得呢 其實不同的階段真的會有不同的感受 因為當初就是我可能一個人年輕的時候我說走就走 而且是那時候就覺得我挑就要挑最難 所以當初其實是去了西藏的內藏 他其實是一個連西藏可能拉薩人都會覺得 哇你要去山裡喔 那一種很遠的地方那樣子 然後也看到了很多的不管是天荒地庫 或是那種可能會在現場把你可能給折騰死的高山城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現在想到我就覺得 就算我要再去那種就是可能很高的地方 或是那種很辛苦的那一種體能 我負荷很負擔很大的旅行 我到現在都還覺得我是應該要練個身體才可以去 可是當時真的是說走就走 就是在你體能最好的狀態 然後也是能有身體最好的狀態 我覺得那一種覺得哪裡都去得了 都不是問題的那一種信心 我覺得是甚至你完全沒有顧慮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那個時候的本錢 然後接著有了伴侶了 開始就我們去哪裡去巴厘島還是去法國 就是那時候我們去的地方就是那一種會以浪漫為主 然後我們要去哪裡很開心 然後一起玩什麼的 所以我會覺得那時候是因為覺得有人陪 然後有人陪然後去度假還是去哪裡 我會發現其實後來那時候一起去了之後 你會發現去哪裡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現在回想那些畫面 在不同的國家有伴侶之後的畫面 好像都是你跟那個人的一些 就是像我跟我先生的一些 就是我們一起我的回憶就是我們一起喝可樂 或是你一起吃個什麼東西 然後一起大笑 我會覺得後面是什麼東西 當然你還是會畫一些就是心力去了解這裡的歷史 然後這個景點有什麼好玩的 可是我覺得有了另外的人加入的話 我覺得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好像我的回憶其實都是跟就是另一半 然後我們一起共創了什麼的美好回憶 然後可能你只記得你在笑 可能你忘記了當下你看到了什麼 就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太一樣了 對然後當然了就是你有伴侶一起要出去的話 當然就是有互相的牽絆 然後互相互相妥協 就算你們彼此再怎麼愛對方 你們的喜好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樣 所以在一次次的旅行當中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練習 這些練習可能到時候我們 就是會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中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你們互相怎麼不管是牽絆 或是互相的溝通 互相的理解 然後也因為彼此越來越的了解跟熟悉 你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可是你有自己的喜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練習去跟對方訴說 然後你也要在不覺得委屈的狀態之下 就是互相的去牽絲 就是互相的去在意對方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棒的旅行當中可以練習的 然後再來是有了孩子之後 就像我剛剛提到了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到不同的地方旅行 其實就是到了當地 就開始找哪裡有公園 我覺得到後來好像就是換個地方帶孩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子感受到 就是可能有孩子之後一起出國 其實不管去哪裡 好像都是在換個地方帶小孩 那當然你可能花了心力 然後金錢 機票跟好不容易的假期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 可能你要是只是看他的片面 就是覺得我就是換個地方來帶小孩 那我幹嘛 可是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那一切也都是有趣的 因為其實不同的旅行的地方 到了不同的國度 跟著孩子 隨著孩子越來越大 你們每一次的練習去觀察 然後去看當地的國家的風俗民情 然後有什麼異樣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會發覺其實孩子給你的感愧 一開始雖然沒有那麼多 可是慢慢的 可能過了幾年之後 他忽然有一天會跟你說 當初我們在哪裡哪裡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你會很驚喜他記得 而且那是我們 就是一家人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會說說到了有孩子的階段 當然就是到處旅行的時候 其實就只是換個地方帶小孩 甚至是換個地方陪小孩去找公園 可是我覺得就算這樣也好 我會覺得其實你們也是一直在 共創整個我們一家三孔的回憶 我覺得那是很值得的 對 這個當然因為我們自己都有孩子 所以當然我們的感受也是很深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 或者是跟伴侶 我覺得跟孩子 如果你是帶家人或者是孩子 也許帶老人應該也是這種感覺 就是帶老人跟小孩應該都這種感覺 那個在出國旅行的那個時間感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是指的是時間感 就是你可能會在同一個地方 或者是同一個時間裡面 你可能無形中中就不知不覺的 你覺得去哪裡都不是很重要 就是只要在那個當下的時光就好 因為那個當下的時光 其實你反而覺得不去哪裡都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時間就體現了你們在那個地方的狀態 我覺得後來就常常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後來我覺得甚至我自己 即使我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出去旅行 如果現在還有我自己去旅行 我也不會像我年輕一樣去旅行 很想要去很多地方 或者是想要走我沒有 我可能也是會完全用不同的方式在旅行 我覺得這個都是跟著孩子或者是家人中裡面 後面才得到了一些體悟 所以剛剛後媽分享的這個東西 其實其實我自己當然感受也蠻深的 後來呢 所以我們其實就知道了這個 後媽自己旅行的這些狀態之後 那我剛才有提到了嗎 其實剛才前面就已經不同的提到 就是他們現在在台南其實開了一間 就是很多人特別會去的一個香料咖哩店 為什麼要叫香料咖哩店 因為在咖哩的很多人在台灣在吃到的咖哩 我覺得應該簡單可以分成兩個 兩大類 一個就是試咖哩 另外一個就是像是香料 香料咖哩不一定是 就是它有很多可能有不同的風味 但是他們家的就是那種香料 就是屬於香料咖哩類的 那我們知道他們踏上這條路其實也已經好幾年了 那我就是也很好奇他們是怎麼樣開始開啟這一條咖哩之路的 而且我也知道說他們其實是後來甚至到印度去學習這件事情 那我想要就是很想要去了解就是 後媽是怎麼樣你們家是怎麼樣開啟這個咖哩之路 還有我很好奇的是是旅行開啟的咖哩之路 還是咖哩開啟的旅行之路 我想要請你們談一下 其實問到這個問題我剛剛其實也在思索 因為到底是旅行開啟的咖哩呢還是咖哩開啟的旅行 我覺得應該都有 因為我會覺得這樣回想過去好像真的沒有一個什麼時間點就呼啊 我們就覺得我明天開始我就要做這個 而且反而是因為剛剛一開始的時候你有提到嗎 我們一開始是在做民宿 所以其實在民宿的一個空間就是我們二樓的露台 其實那幾年我們其實很瘋狂的在辦party 可是那party也不是那一種就是大家想像的那一種就是 誰生日怎樣沒有 那其實就是我們民宿的日常 我們就是那一天有煮飯然後就會想要大家一起來 那民宿裡面來來去去不管是國外國還有台灣裡面的人 或是說我們的朋友台南在地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們家就是一天到晚會一起吃飯在餐桌上供食 那我們都稱為Party這樣子 那常常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先生跟我很喜歡煮飯 然後我們就是就PK PK就是那時候開始覺得做咖哩燉菜這些是很方便 我可能煮一鍋就可以一堆人可以開始狂爬飯那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咖哩就常常是在我們的桌上常會出現的 然後呢那時候我們又因為家裡是開民宿之便 所以常常會有來來去去的世界各地的旅人 當然啦就是為了展現就是我們台南人的熱情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煮了一鍋嘛 必須要找別人陪我們一起把它吃掉 所以我們就會去邀請當天露出的客人 問他說今天晚上有沒有空啊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晚餐那樣子 邀請了客人之後呢 不管是台灣的人或是外國的人 甚至呢可能還不夠 我們就會開始再去找我們自己台南當地的朋友 所以我們有一群飯咖 就是差不多時間了 然後揪一下大家可能下班就會拎的 他可能就會拎的燒烤 拎了鹹酥雞菇來幫我們加菜 然後一起加入我們Party的行業 所以就這樣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然後因為很多的外國的客人 其實他們到台灣之前一定也都是去過很多世界各地的國家 嘗過不同的美食 所以在每次我們煮咖哩的時候呢 大家也因為會這樣就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建議 他可能吃到了我今天煮的這一刀 就說啊我可能當年在哪裡吃到什麼東西 要是你多加什麼 或許就會變什麼味道 就像這樣子就是每次不同的建議 或是為了還有我跟我先生的PK 因為我們都覺得我們可能今天就是各煮一道 然後我們就會逼問客人說 你覺得哪一道比較好吃這樣 然後就這樣開始一直就是 好像有點逗來逗去也是好玩 以外也會讓我們的朋友覺得很期待 今天就是男主人女主人他們各要就是準備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也知道大家在餐桌上其實是很容易交朋友 而且很容易就是認識不同的世界的 大家就是吃飯啊喝飲料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聊起來了 今天要來的客人從哪裡來啊 然後你喜歡什麼啦 喜歡咖啡店可能其中一個客人說我熟什麼什麼 然後待會就是大家就帶去咖啡店那樣 有體會體驗台南 或是有人喜歡酒吧 有人喜歡藝術品什麼的 大家就是會常常很多的交流 跟很多的資訊就在餐桌上流來流去 那當然我覺得餐桌的主要就是有食物 食物這件事情我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溫暖的暖場 然後呢也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我跟我的先生其實就很有機會就是一直練習咖喱 而且因為他也喜歡咖喱我喜歡 然後我們又想要做不太一樣的咖喱 所以就是那一開始真的是從番食譜開始 然後就你一道為一道 然後就是逼著大家說你們要票選決定誰比較好吃 然後可能我的朋友都選我 然後我先生的朋友都選他這樣 可是就是經過好多次的這樣子 就慢慢的從餐桌開始 然後說從旅行也可以開始吧 可是反而是從別人的旅行 從別人到我們民宿來住的 從別人的旅行開始我們開始了咖喱 可是也因為我們開始煮了咖喱 然後開始跟不同的全世界來的來來往往的人有了交流 所以要說是從哪裡開始真的很難說 可是我就只能說它是從我們的生活裡開始的 那你們因為你們煮的咖喱其實一般人台灣其實 以台灣人自己在煮的咖喱 其實最方便的大部分其實都是煮日式咖喱啦 因為它最方便 那你們所以你們一開始在做咖喱 其實你們就是做用香料 然後自己做這種方面的咖喱 應該是說我們一開始其實都有做 可是因為你知道我跟我先生在比賽嘛 我們在鬥陣 所以我們互嗆的時候就 我們好像沒有煮幾次 我們就開始互嗆說用咖喱快太遜了 然後他也叫囂說 就是也沒什麼了不起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弄那個 然後我們兩個就忽然就忽然 兩個人都衝出去要去買食材 我們還在台灣台南的東南亞超市 還互相碰面 你知道就是疊對結 很像那種史密斯先生那種夫妻 就是我還偷看說他的籃子裡買什麼 然後他還瞄到我說你不要學我 所以就是我們有點是 其實有點一開始是覺得好玩 賭氣又覺得 自然就是今天來的客人 他也是吃過全世界各地的咖喱 我們要煮不一樣的 不要用那種就是我們太熟悉的那種咖喱快咖喱 來接待客人 所以真的就是那一種很誠心誠意 想要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也是好玩的那種就是互相較勁開始 然後就開始一幕就覺得 對就開始做香料咖喱起來 是那後來因為你們 所以你們之前在那個做這個香料咖喱之前 你們已經出過印度了嗎 還是後來你們才去印度的 其實我們當其實我們這樣子PK好多年 在轉圈圈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音樂的機會 有一個機會是 我那時候其實很多的課 我會跑去看 你看高雄有印度人開的課 我就跑去印度 就是高雄上印度人開的印度咖喱 然後台北有一個日本老師的開的印度的課 課無可能就會因為這樣 然後就是跑一趟台北去上他的課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想就是做出我覺得 就是讓我覺得會嚇到我先生的咖喱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很認真的到處跑來跑去去上課 然後他就是那一種很天才型的 他就可能翻到哪一個食譜 他就可以做出來 然後我是一直上課 然後呢漸漸的就是我上了不同的課之後呢 也發現喔不同地區的人 雖然都是做香料咖喱 南印度北印度差很多 還有日本人做的印度咖喱 跟印度人做的印度咖喱完全不一樣 雖然都很好吃 然後接著呢就是過了幾年 又有一個機會就是我可以跟一個 南印度來的太太 她現在住在台南 她的先生是在就是台南的大學 就是做博士後研究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的老師南印度的太太 她的工作就是每天 她其實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起來煮 早餐 午餐 晚餐 然後就是等先生回家吃飯那樣子 然後那時候剛好知道這個機會 我就厚著臉皮請那個老師說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跟你一起就是打火 然後看你煮飯 然後我可以幫你當就是當G咖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她家 然後就這樣子就是一路的跟她 就是學最日常的就是她每天煮飯 煮什麼這樣子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就是 我的咖喱其實也沒有 一開始可能就是自己自學 然後看食譜 再來就是我到處的就是上課 之後呢就是跟南印度的老師 就是每個禮拜那樣持續了快一年 就是每個禮拜我都會去老師家 然後陪著她一起煮當天的午餐 然後老師因為我會去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準備食材 然後她也會幫我多準備一份 我們就是一起吃完午餐之後 然後就開心的說拜拜 然後離開大概就是一點多兩點這樣子 哇那你們兩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愛咖喱耶 因為你們做這件事做很多年耶 對呀我們真的做蠻多年 而且我覺得是相輔相成 因為就是又有展現圈的來客 就是也可以就是給我們很多建議 也覺得好玩 所以就一直這樣下來 那你們後來 所以那我們就想要來問問看 就是說那你們 因為我知道後來那個Dino就是你先生 他甚至有到印度的那個廚房親自去學藝 因為我們有看到照片嗎 對 就是後來你們怎麼踏上這個路的 然後可以談論一下那一趟旅程嗎 而且有必要做到這樣子的地步嗎 其實很多人台灣人他主這個他也不需要這樣子 可是你們為什麼會想要這麼做 嗯其實呢我覺得會這樣做最主要一個原因 因為是我一直很想去印度旅行 因為其實你大概可以 剛剛有聊到我其實還是大一點 我們的旅程都是到那一種月補安排裡出牌 可能你上一秒鐘你還在 可能還在跟小販討價還價買東西 下一秒鐘東西一收可能火車就衝進來了 那種就是這種場景 其實我會覺得這幾年就是很多這樣的地方 會讓我覺得那一種人身上的生猛 跟對於生活下要活下去跟一些那種活力 我會覺得事實上我非常著迷的 所以其實印度也一直是在我想要去的一個名單當中 那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有一點就是碰巧 欸我好像有一個理所當然可以去的原因 我必須要立排綜藝 然後也當然是因為我跟我的南印度的 在台南的南印度的這一個太太老師 就是越來越好我們會聊很多 其實我會覺得常常因為你更進一步認識了一個族群的人 你可以更了解很多的東西 不是靠你的一些的刻板意向 比如說印度很危險啊很恐怖啊還是什麼的 而是他就是一幅告訴你欸我生活的日常就是這樣 然後所有的當然有危險的地方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跟他的家人 甚至我們偶爾就是在上課的時候 一邊煮他一邊在視訊跟他印度的家人在那邊 就是打招呼視訊然後我也加入他們的視訊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這個國家已經有很多我朋友在那裡 還是我朋友的親戚都在那裡 所以就會覺得說其實一直想踏上去 然後再來是其實也是學到一種 有點我們跟DinoPK到就覺得 欸我們好像有點瓶頸了 就是手邊可以找到的一些資料 不管是自己自學然後去上課 甚至是欸就是在網路上找很多的影音的東西 好像好像就是會覺得下一步呢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提出說不然我們去那邊學好了 可是其實這幾年來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旅行的時候 也常常就是幾乎是到不同的國家去 像在泰國我們也參加了很多的他們那種Cooking的課程 可是我就跟Dino講說 欸其實我沒有很想要就是只是 有點是沾醬油那種感覺 就只是去好像很觀光課去上個Cooking的課程 就代表好像有學到什麼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灣也找了不同的的人 還有不同的老師 然後學了一些了 所以要不要我們就去找更專業一點的單位來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我的先生是覺得隨便你啊 你講得到就去啊 就是因為他這樣一句話我就開始狂躁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是花了蠻多的時間做了一些功課 我發現哦原來其實印度跟我們一樣 他其實呢那一種廚藝的學院其實都會有每年的評比 然後再來呢他的廚藝學院跟他的廚師的數量是真的很多 是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很大眾的就是人力輸出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很多的廚師的學程是整個就是連結的 很多人上晚課就是去歐陸去歐陸或是上遊艇去當那邊的 不管是服務生或是廚師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完整的一個課程都有 所以我就找了他們每年評比 然後都是前五名的一些就是不同的那些廚藝學院去了解這樣子 後來就找到了我們這次去的就是我們兩年前去的這一個 就是海拉巴的廚藝學院 所以呢知道了有這個地方之後 我就開始寫信然後去跟他們就是讓他們知道說 嘿我在這裡然後我想要問有沒有可以 我們這種外國人可以就是可以去的上課的一種學程那樣子 然後當然其實寫信給 要是大家有寫信給印度人的經驗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他們呢就是你寫信給他他其實不一定會回 或是他忽然回了你之後就不見了 然後就這樣子我們就是寫信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超過四五個月 就是我可能今天一封信過去了 終於等到有回信了 我就想說我想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課程 然後可能過了好幾天一個禮拜回來 喔沒有那我可能又要再問說 那可我可以為我們開設 然後當然就是要為了要說服對方 願意就是為我們開設這樣子 就是整個有點像是客製化的廚藝的課程 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跟心力的 因為我一開始就先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信 告訴他說我們的背景是什麼 我們也不是完全都不懂出印度的這一些料理的 我們是很喜愛 而且也是有小小的一些研究 然後有些經驗的 可是呢他們其實是沒有在收外國人的 他們是完全沒有收外國的 因為他們也沒有經驗過 而且他會覺得你忽然來了一個 他們甚至就是不是很了解的國家 到底會出現怎樣的人 他們其實一開始是拒絕我們的 可是就是 除了我就是寫了文情並茂的信 然後就是稱讚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廚藝學友 你知道他們是每年TUF5的 在印度多哈 然後也只有你們可以教我們了 然後就是當然就是又要讚美 然後也要告訴他們說我們 我們不是完全不懂的 然後我們有多有誠意想要來這裡 然後當然就是好幾次的回信 我都被拒絕了這樣子 可是其實就是因為太想去了 所以我就是繼續寫文情並茂的信 然後再附加很多的可能佐證 就是我們做過什麼 你們都做過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甚至是我們真的很喜歡印度 因為喜歡到印度 我可能有這個書這個書這個書 然後還因為這樣我去看了 不同王朝的一些什麼什麼歷史 然後我覺得雖然就很誠實的說 雖然還沒弄得很清楚 可是我覺得就是很喜歡 也讓他充分的感受到說我們是真的很有誠意的 然後就在過了這樣來來回回來來來回回 然後過了三個月 終於有一天他們又寄了一封信來說 他們的就是他們願意幫我們開這樣的課程 然後請我開始就是告訴他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想要學什麼東西 然後又這樣開始又過了兩個月 就是因為他可能會忽然 你好燃起了一線希望 然後過了幾天他又不見了 然後我可能要從各種方式 比如說我可能要去他們的Facebook 去找Facebook的小編 說你可不可以去幫我找你們學校的某某某老師 他最近身體還好嗎他不見了 然後可能就是讓各種你能想到的 因為已經沒有 他就是忽然已經答應了又不見了這種 來來去去 然後可能又回來了 所以就覺得這樣大概過了四五個月 我們終於敲定 他們又因為我們開課 然後我們的時間日期 甚至就是我跟他討論了一系列 我們想要上的菜系的就是一些大綱那樣子 所以後來你們就過了 從歸呼血性到去 其實感覺過很久 真的過蠻久 因為其實我們為了要準備印度機率 其實也準備蠻久了 就是出了體能上面 就是要正正運動 還有就是我像我們出去之前 就是也有去那個成大的旅行醫學蠻整 就是因為那時候是要帶著小孩 所以其實是蠻謹慎的 所以其實就是像那種禍亂 還是一些就是當地的一些傳染病 要吃藥的或是可以打針的 我們其實也 那些都是在我們準備的過程中 都要做的東西 所以你們那一趟旅程 你們去了印度多久 而且當你們去那邊去那個學院 就是去那邊學了多久啊 我們其實那一次是去了一個月 然後我們當中當然就是來來去去的玩 那樣子 然後那個學院 其實我們其實就是上一上課 然後就跑去玩 因為他會幫我們就是安排課程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在那個課程的當中 其實甚至還遇到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獨立紀念日 那那一天其實是全校都都停課的 可是就是老師他們 後來有感覺好像是他們想要做口碑 就是我們可能停信了 可是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喜歡跟他們 一起過他們的節慶 所以我們就要求他們 就是可以讓我們一起去 當天的慶祝活動那樣子 所以當天我們去那裡 其實是穿著他們的 我們也去就是找當地人的衣服 然後我們就是穿著就是傳統的衣服 跟他們一起慶祝 然後慶祝完也繼續上課 所以我們就是那個一個 那個一個月當中 我們其實就是來來去去 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是會去上課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就是參加他們的慶典 然後有時候我們再去其他的 他們那邊比較城區的地方 就是老城區的地方觀光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還蠻 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很中A的一個活動 可是丁佑其實是覺得 其實是體能可以附和的 然後我是覺得 因為我很少是那一種從早上 就是一早然後可能八點到 然後就開始上課 上到下午的這種 就是要站一整天的課程那樣子 所以其實我還以為就是要被綁在那邊 就是比如說一兩個禮拜就是密集性的 有有我們其實是有密集性的在那邊上 可是我們自己就是也有跟老師就是 可能今天是休假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是想要去玩 反而我們跟他們一起參加完他們的那種慶祝會之後 又被拉去進去上課的那一種也有 對 那你們覺得就是你跟Dino 你覺得經過這一趟的印度廚房的這個 對你們來講 就是帶給你們什麼 或者是他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一題的 因為其實可能我一開始以為我們這樣子去 有點算是那種去少林寺讓學藝回來 我以為我就會覺得好像就是 是不是在廚藝的精進上還是什麼 當然這些我覺得都是附加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真的進到了那裡 那我要先描述一下這樣子的廚藝學校 他很有趣 他有點就是像高餐這種 就是很專業的國家培訓 就是廚師的地方那樣 他一進去其實是非常先進的 他會不會就是那種很傳統的那種的煮法 沒有他就是一進去全部就是那種不鏽鋼檯面 然後上面就是掉下來 就是全部都是各種從小到大的鍋碗瓢盆 然後各種的那種廚房的用具 就是非常西式的 然後西式的爐胎或什麼都是有的 然後學生也是他們就是會穿就是廚師的衣服 然後呢每個人都會有位階的 就可能你是紅色就是可能是新人啊 然後綠色藍色到黑袋這樣子 黑袋可能就是快畢業的學長節這樣子 甚至我們他有幫我們準備一套 所以我那時候的照片你可以看到 我跟我先生都是穿著就是那個 那個廚師的衣服這樣 然後真的就是非常有就是制度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那個那種東西切不好 或是什麼東西做不好 你可能就是舉手 然後就會記得 就是找那個黑色的舉手 然後學長姐就會來叫你這樣子 然後真的就是那種新手就 真的不太一樣 可能才學一年的就跟學三年的 是差很多的這樣子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就是廚房裡面 然後他老師其實他們對我們真的算是很好的 就是他們為了要幫我 後來才知道為什麼他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去決定 他要幫這兩個外國人 還帶了一個小朋友的那個就是家庭開這樣的課 因為他花這麼多的時間是他必須要空出一個教室給我 還有一個專職的老師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有趣的 就是老師可能在其他的課堂 一個老師可能就是帶全班的學生可能三四十個 甚至更多 可是我們這兩個外國人的課其實就是一個老師帶著我們兩個學生 然後他同時會有七個人 七個小學生 而且他們也都是處理學院的那些就是未來都是chef的人 然後當他的他的那個就是幫手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陣仗是有點豪華的 可能老師現在開始要配香料的時候 他可能一聲令下 然後會講印度印第文 然後他跟我們講英文 然後轉過去 他也會盡量跟他的學生講英文 可是他可能偶爾會講一個 就是學生要是忽然他下令可能就是一個印第文出來 就會有一個學生然後跑跑跑衝出去 然後可能去材料室 然後爆很多的南瓜回來 然後接下來他另外一個一聲令下 又另外一個學生開始去旁邊 然後開始切洋蔥 然後可能第三個令下 又另外一個學生又跑出去 然後再拿一盒香料進來 讓大家開始準備 因為覺得哇塞 那個排場是真的很誇誇的 就是很難在台灣 就是遇到這樣子 就是一個老師會配七個幫手 然後就為了教你們兩個人 感覺很誇張 對 而且我覺得最好玩的是他們 真的就是一個愛喝茶的地方 就是你再怎麼忙 然後大家到的時間 就是十點半一到 就是所有的人都會停下來 然後大家就是喝茶這樣子 就是喝奶茶 那真的是我很棒 在印度很棒的回憶 因為真的不管你當天多忙 然後你學的東西多難 還是整個搞得烏煙瘴氣的 到你待會兒 待會兒就覺得 天啊接下來要怎麼收拾 都還不用想這種 就是只要你時間一到 所有的人真的是 體會到什麼東西 是所有事情都不打緊 就是沒有什麼事情 是一杯奶茶結局不了的 真的是很深深體會到這個文化 就是你可以把在當下 上一秒鐘可能大家還皺著眉頭 然後下一秒鐘 就所有的人這件事情就是先放下 說放下就放下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比 喝一杯奶茶來的重要 對所以你們去那一趟旅程 除了廚藝 想必廚藝一定有 跟原來不一樣之外 你覺得還有什麼樣對你來講 就是剛才我們問的 你覺得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除了我剛剛說的那種 可以一秒放下的豁達 這個我還在練習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於 我的生命也很受用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會覺得在這樣子 其實這麼完整的一個 算是他們數一數二的一個 廚藝學院 所以它是全印度不轉 從南到北都有各地的學生 都會去學習的一個 想起進去的一個廚藝學院 所以在那裡你可以看到 那是真的是 什麼叫做民族的多元 然後什麼叫做就是 多就是那種多元的那個 會當你很壓抑是 這可能是有北印的有南印的 同時南印的人又分不同的幫 不同的幫也有分 他們裡面有南北 這種感覺能想像嗎 就是他在台灣 那麼小的台灣 我們接下來端母姐要吃粽子了 你就是一個小小的台灣 你都可以佔南北 南中北中 誰比較好 誰比較好吃 什麼才是正統 然後到了印度這個地方 我覺得實在是太有趣了 然後東西南北這麼大 這麼多幫 然後這麼多民族 不同的方言語言 這麼多的地方 他們也佔南北 而且他們佔的可生了 就是大家都覺得 我家巷口最好吃 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 在當下我忽然覺得好好玩 其實我跑了這麼遠的大半個地球 到了那裡其實就是很期待自己可以做出像印度人 就是最道地的印度人的印度香料咖哩 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咖哩的一個國度了 應該就是可以找到所謂的答案了 後來到那裡我忽然覺得超有趣的是 到了當下我才發現所謂的正統跟正宗 真的存在嗎 我就開始問自己這個問題 對於南印度的人來說 北印度的東西不夠正統 那對於北印度的人來說 會覺得它會佔南印度的一些東西 甚至同一個幫裡面有不一樣 尤其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浮原那麼寮闊的地方 所有的不同才是最一致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會覺得 走了這一趟旅行 而且去了那一種這麼top5的那種廚藝學院 我才發現原來道地正統這件事情 我真的要去追尋一個極致的道地正統才能代表嗎 比如說我是追隨誰誰誰某某老師學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東方很常見 就是你可能插花有插花的流派 然後什麼東西有什麼流派 就是一個很正統的概念 所以就覺得 你學印度一定是跟印度人學啊 然後你要講得出你從哪裡來的 你就好正統那樣 後來才發覺沒有啊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自己的一個心魔 其實我會覺得在那一趟之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想法是 我沒有想要照著食譜做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喜歡的 那也只是剛好很幸運 就是有辦法看到這麼多不同幫族 然後不同南北東西的印度人做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只是對我來說到了那裡之後 反而誰是最正統已經對我來說不重要了 而是我覺得做出來是我喜歡 然後也想要繼續跟大家分享的咖哩才是重要的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當然你們就回來了嘛 然後回來之後 其實我知道你們一開始其實並不是 一開始其實你們還是在探索 其實就是好像是藉由各種方式 其實在分享一樣繼續分享你們想要帶給人家的咖哩 那就是所以現在咖哩痘症應該是這個半年嗎 有半年嗎 應該有 算有半年了 有嗎對不對 對 一直到現在的自己就真的成立了一間咖哩的店 那之前你們在快產的時候 其實我就知道很多人都非常喜歡 那所以一路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到現在自己有了自己的店面 然後繼續再用這樣子自己的咖哩 想要自己喜歡的咖哩分享 你覺得你們想要藉由這樣子的食物 想要傳達給來的人什麼樣的訊息 嗯我覺得其實想傳達什麼 其實後來想一想啊 我覺得就是兩個字分享 嗯 而且我覺得分享這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像我們剛剛一直在聊的 我後來回想其實再轉圈圈 就是我開民宿的時代其實也是分享 是啊 然後分享你喜歡的生活 非常喜歡的書 或是分享你對於旅行的看法 到現在是分享我喜歡的口味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除了我分享以外 我覺得實際上開始有了咖哩鬥爭這個品牌 然後開始到處快想之後 我發覺那個分享是雙向的 就像我不知道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開始快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到處流浪 這個流浪其實反而是另外一種旅行 而且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台南小店跟小店的連結是很深的 所以可能其實是很 很多朋友其實不太能理解說 怎麼有一間店可以把鑰匙丟給你 然後就把廚房整間就借給你們 然後你就可以在他的店裡開店 然後老闆可能去吃喜酒 或是老闆出國去玩樂 我就說對啊 可是在台南就是我們這幾年的生活 就是這樣遇到 是在我們生活裡的日常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分享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們一家 而是台南對我們的慷慨跟很多小店的老闆 他們的開放 所以他們也把店就是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一開始什麼都 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就有一個 這個時間點可能剛好有個空間 然後可以讓我們開始跟大家分享咖哩 那一開始還有點猶豫覺得我真的可以嗎 然後覺得這樣子有點 會不會補妥啊 還是我煮的咖哩好像還不夠 還不夠格的時候就有人推你一把 是他們把空間跟他們的一些心血分享出來 然後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開始分享我們想要分享的 可能香料咖哩看起來是那個表面的骨感 可是我覺得在裡面的很多很多是我們想要訴說的一些 不管是對於一個 可能你每一道菜其實在每次做的新的一道菜 其實我可能會從它背後的歷史 它可能是不管是哪個地區的 比如說是印度的哪個地區的哪一道菜 還是怎麼來的 是怎樣的族群做的一道菜 而且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食譜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對於一道菜 一個民族一個地方的了解開始 當你開始有了好奇 然後你想吃 然後你想煮的更好 你就會想要去了解這些東西 所以往往就是大家吃到的可能是食物本身 可是在背後我可能會利用 因為我們不管是以前的快想 或是現在已經有自己的店面 然後我會跟客人分享這一道菜 你可能會吃到什麼的時候 我也是同時想要多說一點 然後多分享一點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就是不是我們那麼 就是之前蠻扁平的想像 其實印度的食物 原來我以為印度完全是沒有不會加什麼 或是都是很辣的 其實它有完全不辣的東西 甚至原來連蜜也拿來湯香料 然後它是可能在某些地方 他們會有的一些風俗民情 我覺得這些分享是背後的故事 跟對一道菜 它所衍生出來的這個民族 甚至我們遇到的人 我覺得透過這些東西 它會更鮮活的跳出來以外 也會讓大家對於這個民族 甚至是一個文化 更有想要去了解的心 我覺得其實就跟旅行一樣 又回到了這個就是透過分享 然後旅行更多的了解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多可能不必要的 不管是紛爭或是一些歧視 我覺得只要是你夠了想要了解 然後真的是不要去 就是不要去脈絡化 而是就是認識當地的人 我覺得很多東西你會 會更鮮明以外 我覺得很多的不必要的紛爭 就不會存在 嗯 因為紅毛其實他們一路走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在 可以感覺出來他們其實 他們就是一個熱愛分享的人 那其實我們去了 他們的咖哩店 其實他們 我記得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也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其實除了 他們就是本身也是 一直在做不同嘗試的人 像上次我們去 他還特別拿了一個 什麼摩陸家群島嗎 還是什麼 忘記了 對 反正一個他們就會一直不斷嘗試新鮮的東西 然後希望能夠分享給別人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 甚至他們現在的 在開了這間店 跟他們 為什麼會開這間店 也是一個很很妙的緣分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什麼 你沒有辦法繼續去 只是說 他們其實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個性的關係 所以他們所做的事情 跟他們所做的這些部分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是一個熱愛分享 熱愛生命的人 所以就是想要傳達給大家這樣子的訊息 那有機會我們覺得 剛剛聊了很多他們 不管他們去印度 他們從事 如何開始進入這個咖哩的這一個修煉之路 然後慢慢的帶給很多人 喜歡吃咖哩的人不同的一些想像 那有機會大家可以親自的造訪台南 然後親自走一趟咖哩鬥陣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事情 那其實因為我媽媽在台南也蠻久的 那其實今天時間不是很多 我其實本來是想要好好的問他說 有沒有他自己特別喜歡的台南的地方 想要推薦給大家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要請Homa 可不可以很快的簡單的說一下 如果因為你們的旅行地 你們散佈地 大家講了很多吃的 那吃的部分 就是很多地方可能就不一定要講 可是有沒有覺得自己 特別喜歡的一些私房的景點 或者是自己特別喜歡的地點 如果大家來台南可以去 可以親自去的 那我想要推薦大家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在台南的市區 然後它是台南的美術館二館 然後我說的不是裡面 我不是買了票進去參館 參加參觀這樣子的行程 而是美術館二館的戶外 它很有趣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然後你可以跑來跑去的 像我很喜歡帶著我們家的小孩 在那邊當公園一樣逛 然後可能跑跑跑跑很遠了 然後轉來轉去之後 其實它有點像是就是 好像走很遠了 其實小孩子在旁邊 你一喊 然後小孩子又會回來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然後我會喜歡在傍晚的時候 然後就是沿著樓梯 然後帶著小孩散步 然後跑到最上面去 然後你可以看著就是夕陽 然後還有就是慢慢升起的 台南的一些就是夜景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然後呢大部分人呢 反而會覺得 美術館就是去參觀的地方啊 我又沒有要去參觀 可是我會覺得 它的戶外空間很舒服以外 就是是一個整個市民 是可以去那邊散步的 然後因為那個空間 它其實台南美術館二館 它其實就是在台南市中心很 很就是中心的一個位置 所以從那邊又比較居高零下 你可以就是遠望一些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有趣的建築物 然後還有一些你可以在那邊 就是拿出地圖來 然後辨別 哦東西南北哦 孔廟在這裡 前面就是零百貨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看就是俯瞰城市的視野 然後也是一個很open的地方 美術館二館是不是新的啊 對它是新的 然後還有一個一館 它就是當初就是 是台南的舊的警察局 然後現在也是整個 它就是一個舊的一館 然後也是可以進去參觀的 對 然後剛剛講的第一個地點嘛 那第二個地點的話 是我們一家很喜歡去的是余光島 余光島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離台南市區 大概就是騎二三十分鐘的 摩托車就會到 車程就會到的地方 然後是一個很快就可以接觸到海的地方 然後我很喜歡那一片海灘 而且要進入海灘之前要先穿過一個 就是防風林 然後防風林的樹種是那個木麻黃 對 有一種就是讓你感覺 好像一秒就到有點高度的海拔的那一種 就是的那一種山的感覺 我很喜歡就是你好像感覺是在森林裡 可是又聽得到海浪的聲音 是一個很迷幻 可是也是這一個 一個可以大小很同樂的地方 因為我們家小孩很喜歡去那邊玩沙沙 對 余光島因為喜歡的人真的蠻多的 對 它是一個真的是一個蠻迷人的地方 對 而且離台南 就在台南市 應該比較靠近安平吧 對 對 所以就是往西走 然後二三十分鐘就會到 對 我覺得那個城市可以很容易清淨海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它有一點點像是在台東的森林公園 有一點點像 對 好 那所以紅麻其實就是很快的推薦這兩個地方 當然台南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那 當然很多人都以吃為主 那我們就是因為它是 在這邊推廣台南 那我們當然是想要問 就是讓它問他們家他們家最愛去的 有機會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因為我們這個問的東西 談的東西其實已經有點多了 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最後 要把它最後的階段了 那就是最後我們還是想要回到旅行的本身 因為我知道我們覺得紅麻 我覺得紅麻做的事情很多都跟旅行跟分享有關係 就是這樣一路剛剛問下來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對你來講 你覺得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它在你人生的辦理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最後其實我也想要問說 其實我這個都會問很多來賓 就是你理想中的旅行是什麼樣子 旅行的意義嗎 好清楚呢 其實對我來說旅行的意義其實就是像 後來一開始我不太能接受我自己這個想法 旅行的意義就是換個地方生活 換個地方帶小孩 換個地方去認識當地的公園 一開始還覺得我千辛萬苦來了 還這樣子在做什麼 可是後來我覺得這幾年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念頭 是因為我會覺得旅行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一家人現在培養出來的默契 真的就是換一個地方生活 只是變成說在這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沒有那麼的熟悉 可能下一秒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你無法預期 可是就是一家人在這樣子陌生的環境 然後一起解決問題 然後一起就是又哭又笑 然後一起磨出更多我們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會覺得對我來說旅行的意義就是 嗯 換一個地方生活 然後一起跟家人一起就是 長出更多 更多美好的回憶這樣子 對 然後理想中的旅行嗎 其實我覺得理想中的旅行 嗯 就是你剛剛感覺你剛剛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 可是因為我反而現在不太會 我覺得我以前很想會 就是我會覺得什麼是理想中的什麼 比如說理想中的先生是怎麼樣 理想中的家庭 理想中的什麼 後來我反而這幾年慢慢的有了年紀 我覺得對於理想中的什麼 這件事情我反而不會這麼執著 要去定義什麼了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最理想的生活它不存在 它就是存在你的每天日常的當下 你反而就是一定有一個 好像一個dream在那裡 然後要去達到 可能像日子啊裡面走出來的人 還是什麼 那其實都是自己給自己的人設 可是我會覺得理想中的旅行或生活 我覺得其實就是最真實的每一個當下 然後我覺得我反而不會去定義這件事情 可是它可能反而變得很平時 是 我覺得烘媽如果我們的聽眾有聽到我上一集 因為上一集其實來賓有問我類似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我的回答跟烘媽幾乎是一樣的 對就是我覺得我們對這個地方的定義跟想像 其實很類似 就是我們在旅行裡面其實真的 就是對我來講就是換個地方 就是我在生活裡面在做什麼 我就是換個地方 會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而已 對可是對我來講就是不一樣 對然後理想中的旅行其實也不太會真的去追求什麼理想中的旅行 所以我很愛去問來賓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每個回答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說你在當下發生的事情其實就是理想中的旅行 其實我個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好 我們謝謝烘媽問我們回答 那最後我因為剛才已經有提到類似的事情了吧 那我也不知道烘媽有沒有 因為烘媽已經說她已經在看機票了 那如果解封了 你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你想要最想安排去哪裡旅行 或者最想要做什麼 OK 其實因為我自己的有一個旅行計畫 若是就是解封了之後 我的旅行計畫其實要是可以繼續的在開始的話 因為我有一個香料旅行的旅行計畫 所以其實就是土耳其吧 還有斯里蘭卡 還有印尼的摩路加群島跟馬六甲海峽 其實是我自己給自己的這幾年的一個計畫 就是它是順著當年的地理大發現 其實當年地理大發現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香料的貿易戰 所以就是這一些把遠東的這一些 就是珍貴的西式香料送了去歐圖 這件事情其實因為這樣而 讓很多的人前鋪後繼的 然後去探索海洋 然後整個境呢 就是造成整個地理大發現的樣子 還有 所以我會覺得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迷人的一段歷史 因為每次就是在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因為很多香料還是有一些故事 甚至有些食譜都是因為這樣的旅行當中去磨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有一個計畫 是就是這幾年想要走遍這些國家 然後就是去看看當年就是發生地理大發現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不管是事件點或是一些他們就是香料交換的地方 那圖爾其實它就是歐亞交會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香料啊 一些的很多的事情跟故事發生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斯里蘭卡其實是本來其實本來前年 要是疫情沒發生的話去年我們應該是會在那邊的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疫情爆發 我們機票就先把它拉下來這樣子 然後斯里蘭卡也是就是一個我一直很想去 其實也是把我們的香料旅程補齊的這一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在印尼 就是在印尼 那其實我們之前去的印尼可能是巴厘島啊 還是就是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大島 可是其實當年很轟動整個世界的就是 印尼它其實是對於大家發現 它的香料的產地 它是很多很多香料的原產地 像肉豆蔻就是 它是一個那種最原始的產地的地方 然後我有查過要去那些香料最原始的島 其實是很難很難到達的 它要換當地的可能換飛機 然後再換一次換兩次換三次 然後去了一個地方 可能你會覺得我到底來幹嘛 所以其實自己也是有這樣的了解 可是對我來說 那好像有一種是意義的 意義上大於形式 就是想要去那邊找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應該是 反正還有好多年的時間 可以慢慢去就是去pick up的地方 好 非常棒的一個計畫 我們祝福轟媽能夠一路的探尋香料的 這一些旅程 然後把這一些東西化為他們的 化在他們的料理裡面帶給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非常高興 非常開心可以跟烘媽 聊了這麼多東西 那很希望呢 大家能夠親自的走訪一趟台南 親自到咖哩豆陣去找他們 品嘗他們的料理 和他們聊聊一些他們自己 各自你們自己各自喜歡的事情 好 我們今天很謝謝烘媽 我們要跟大家說晚安 請烘媽 也跟大家說晚安 謝謝 謝謝大家晚安 謝謝旗子 謝謝 謝謝 我謝謝 謝謝 我家その善聲 送人 對 我都坐在手 know